我们今天要去日本 欲祝各位新年快乐 今天是2024年的1月1号 那现在时间是早上四点半 我们的飞机是长龙航空的 早上7点05分出发 现在必须等到5点旅行车集合 应该是可以睡一下啦 OK 走啊 新年第一天出国有什么想法 好紧张喔 听说很冷 这是人生第一次在新的一年的第一天 然后就去 我们现在要去买早餐 新年第一天出国有什么新的想法 你待会儿问我会想要喝呢 要我们吃到 吃到我们要放飞机了 各位贵宾我们即将一起飞 请全民在安全带一起祭祥 谢谢 今年的皆様 同期はまもなく移居いたします シートベルトを今一度お助けください 再见 新年轻费 出国 火厂 愿意 徐ld 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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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是会很漂亮 把我之前所剪的体重都吃回来 我刚呢一上飞机就吃了早餐 現在時間12點45 又發了簡單的便當措施 那晚上要去吃燒肉吃到飽 我們現在前往名古屋的路上 路程要兩個小時 目前是有點在下雨 但是還是有一點點太陽 還內 現在東城在休息站 然後等下要前往 明花之裡看花 這裡的氣溫只有12度 但是呢也不是太冷 帶各位去走走晃晃看看這裡的環境 寒いですか 對 正好時間那裡 在這裡 那我們現在在Nabana Sato裡面呢 總共有12000株的花 每天晚上點燈時間都不一樣 可以上到他們的官網去看一下 我們今天入院是2024年的1月1號 點燈時間是在5點10分 現在時間3點多 所以我們必須要再繞兩個小時 再去看看他們今年的點燈 要先去一個叫做 ベコーニアガーデン 秋海湯的一個花園 Let's go Let's go 不好意思 これは使用嗎 使用嗎 使用嗎 大人二人嗎 三人 四人 四人 大人四人 こっち 900元 明白了 お願いします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謝謝 進來這邊是可以用門票折抵 1000元 大人的話 小朋友如果是中小學生的話 是700日幣 3歲以下200元 這裡呢 所有的花都叫做 ベコーニア 秋海棠 讓各位看一下 真的很漂亮 現在呢 這邊 又是另外一個 意想不到的世界 看到一個很神奇的植物 長得好醜 非常的壯觀 如果是愛花的朋友來這裡 真的是 所以真的可以待很長久的一段時間 而且你在走這個園區 還能聞到花香 很讚 好啦 各位我真的看不懂 剛進來是確實真的很驚訝 哇 然後看到後來就覺得 好喔 看不見 剛剛Yamama也是啊 進來就一直拍狂拍喔 那光是一個門 進來就拍了大概15分鐘 現在手機完全不想拿起來拍 這樣啦 真的膩了 我看膩了 這是我在日本的第二杯咖啡 晚上如果睡不著的話 就把大家叫起來 跑步 那我們現在呢 要先前往下一個地方 看看在這個明花之旅裡面 才有什麼可以逛 所以你想到你的新年 第一天的出國 你有什麼想法 要更努力賺錢 才有機會再出國 Yamama本來 預計在3月還要前往日本一次 要看什麼花 看櫻花 看櫻花 真的是太可怕了吧 在我們參觀的同時呢 發生了規模非常大的地震 楊姊姊就在後面說 有地震有地震 然後我們就站著 發現左右搖晃非常的大 連手機呢也發布了那個幾把 維持的時間算還蠻久的 大概有一兩分鐘之久 好險現在已經停了 可以看到裡面的花 還是有在搖晃 不知道是有餘症還是 因為身體還有在晃動 所以就覺得一直在搖晃 應該是沒了啦 被地震下一個不知所措 現在的氣溫11度 有點涼冷涼冷 來問看看這個最怕冷的姊姊 在目前11度你會覺得很冷嗎 還好 不會冷 可以 既然一個很怕冷的人都能接受了 可見短度是剛剛好的 那目前時間是快接近5點了 有很多遊客 人潮也慢慢進來了 晚上的5點10分 台灣的4點10分 非常的準時 這個點燈呢 長度是有200公尺 走完這200公尺之後 還有一個主要的會場 我們就去看看吧 非常的漂亮 現在要去 有些人 拍照 要去房間了 各位我們現在呢 在灣宜酒店對面的唐吉赫德逛街 據說這裡是台灣版的小北百貨 就真的還蠻嗆的 商品的種類還蠻評價的 就是也逛不太有什麼啦 各位我們從唐吉赫德回來了 走路只要兩分鐘 那我們現在呢 要回飯店做個盥洗 洗完澡之後再來跟各位分享 我們究竟在日本東北的第一天 京城去了哪裡 發生了哪些事情 終於結束我們在2020年1月1號第一天的行程 那首先呢 我們今天搭的飛機是在 早上7點05分從小港機場出發的長榮航空 搭飛機到關係的這段期間是非常的順遂 台灣出境之後呢 我們就到了免稅商店去等 等了將近一個半小時兩個小時開始登機 因為一大早 所以我們就有事先在免稅商店吃了一些早餐 以上到飛機到定位飛機一起飛 幾乎有7-80%的人就已經睡著 然後就這樣非常迅速的在7點多 空姐就拿了早餐來跟你說 不好意思幫你送個餐 那我們飛到日本關係機場的時候 大概是當地時間的10點半左右 集合領完行李 那這邊也順便跟各位科普一下 在日本的12月25號過後到隔一年的1月5號 這段期間是他們的新年 也就是說這個時間點呢 很多店家是有很大的機會是不營業的 所以像我們今天本來表定要去採草莓的行程 我們就這樣因為電修所以就取消了 那之後再跟各位分享 練完行李之後呢 我們就去搭乘巴士 這路程又是兩個小時兩個半小時的時間 必須從關係機場 然後一路直接拉到明谷 因為我們今天原本表定就是 第一站要先去採草莓 因為他們的修緣關係 這行程部分呢 就有每個人發一盒草莓當作是賠償 我自己在飯後有吃了一盒 不是特別的甜 但是也沒有到很酸 之後呢 就直接前往第二個行程 明花之里 它是比較適合爸爸媽媽前往 裡面它是栽種很多秋海棠 當時你一踏入明花之里這個地方呢 會覺得很興奮很新奇 真的很美 但是你看到後來 真的蠻無感的 會有點疲乏的感覺 順便跟各位一提 一年四季無時無刻 在他們營業時間之內前往的話 都可以看到非常漂亮的景觀 逛明花之里的這個行程當中呢 竟然發生日本的大規模地震 那像現在新聞也一直在報導 這個震度是有七級 鋼架搖晃的幅度是非常之大 就每個人很鎮定走出當時的園區 去到比較空曠的地方 然後那時候呢 還有很明顯的餘震 一直在搖 持續了大概3到5分鐘吧 我自己的感官認為啦 算是還蠻嚴重的 1月1號的點燈是在5點10分 很值得大家來看 突然意識到 啊 完蛋了 看一下手錶 已經5點25分了 距離我們要集合的時間 還有5分鐘 我要以非常快速的腳程 跑向我們的巴士 當初因為天色已經很暗 加上我在晚上的視力並不是太好 所以有一度發生找不到車的窘境 離下了林花之里之後呢 就馬上前往吃晚餐的地方 就是燒肉吃到飽 跟團的行程 真的沒有餓到的時間 那我們吃完晚餐之後 就回到我們今天的住宿飯店 明古屋的萬一酒店 也就這樣結束了 今天一整天的行程 跟團的行程 如果要記錄到比較多畫面 或者是比較多講話的內容呢 可能機會是比較少 但是我會盡量大概就是這樣 第一天行程 花費真的是非常的少 4713日幣 好省喔 好那今天影片跟各位分享 我們在2024年的第一天 日本東北旅遊的影片 就大概到這裡 明天會去哪裡呢 大家就拭目以待 我是士誠 See you Bye 明天見